高端疫苗 前总统就说了 推动高端疫苗最认真的是谁呢 就是身为卫福部长陈时中 而且针对陈时中搂人妻的事件 他现在呢 这个马前总统也说了 就算是朋友当了丈夫的面 他也觉得不应该 他感觉恶心 他说台北市民除非是眼睛瞎了 不应该投票给他 不过陈时中就回应 他就说 一个前总统用这样仇恨的语言 来讲选举的事 他说这是不对的 一直用这样的事情抹黑 让五过第三者说要牵连 右手他说这是不好的事情 董哥 手是你的弦猪手啊 怎么去怪马上九呢 没有人去逼你去这样嘛 马上九讲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人家老公在旁边 那你怎么是这样 从里面楼到外面 然后还辩解说 因为那里有阶梯 没有啊阶梯很矮 而且你走了那么一大段的路 才有一个这样小的阶梯啊 所以这都是让人家看得不舒服 有时候我们看很多政治人物 比如说你坐一个马桶的 人家看了就不舒服 对不对 被偷窥的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用这个弦猪手这样去 人家看了也不舒服 你怎么可以当着人家老公面前这样 那其实这个反应就是一般民众的感觉 民众他不一定是当事人 他看到你马桶广告他觉得 不舒服 不舒服 心里受到侵犯了 那看到你这只手 他也觉得受侵犯 怎么 你怎么老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陈时中自己没有去检讨自己 那今天被人家讲了 老羞承诺 因为他现在也知道 自己在选第二名 他不可能第一名 只有第一名会当选 那他现在就 就这一件事情 他就变成说 反正我一定要跟同温层齐软 所以对代表国民党的马航九 或者其他的 他就要去掀示那种 把自己同温层的人赶快拉回来 这一点他很成功啊 最近的民调 大概民进党回来 大概八十几都挺他了 那所以他的民调 现在维持不坠 大概都三十上下 那问题三十上下 是不会当显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陈时中自己很明白这里 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再 让这些年轻人回过头来 再挺他 因为这些年轻人很多 就是跟着柯文哲 那估计挺他没有 可是这一回合 他们不愿意了 因为我们挺了半天 好处是你们的那些 正二代的子女 大家在捞好处嘛 那我们拿到怎么样 所以陈时中现在 心里很 心里反而比较踏实 比较笃定说 至少我不会第三名 第三名就难看了 那民进党的官吏 第二名 不管他或林佳龙这些人 他们都准备入阁的啦 就大家都很清楚 郑文燦即使桃园选输了 也会让他 入阁或阻阁也一定会的 一定有位置的啦 那当然这个位置不多 可是到时候 民进党会把他们 做了一个安排 因为你们听话嘛 对不对 林佳龙我叫你去新北 你就去 陈时中 叫你选台北市 你就去选 分好了 对都分好了 那大家也没有后顾之忧 因为未来的投入会更好 那所以民进党现在 这些人我觉得都是 心里都笃定了 就是说反正选不赢 但是就勉强 赶快把他 最好明天去投票选举 赶快结束 赶快结束 不要再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 他们就可以去升官了 对啊 就去升官了嘛 那其实想法就这样 里面所有民党这些人里面 最懊恼就是苏贞昌 如果去年四大公投有一项够 他就要下台 可是都没够啊 所以他就保住了 保住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三年来 他女儿得到了标 大概四千多万啊 对不对 那他现在动不动就发火 就跟譬如说洪梦凯就生气 就你妈妈也不会像你这样 对不对 就会把这种心理的情绪 因为他心里很生气 就说这次选完以后 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会被换掉 而且是带头 因为你就变成 等于是第一战犯嘛 你施政不利 让大家选战打成这样嘛 这个就变成这样 其他人都是往上 其他选苏的人反而可以升官啊 是 苏贞昌过去也是这样来的 他也是选苏升官啊 对不对 选苏新北市长变成行政院长 那他其实这几年的那个 他们家也够了啦 就是说女儿该标的也标到了 大女儿选立委也当选了嘛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要太难够 可是因为他心里放不下这个 所以他就呛蒋万安 你爸爸怎么样怎么样 呛洪梦凯你妈妈怎么样怎么样 在鼠肉跟他同辈的那些人 那人家现在选举的是蒋万安啊 蒋万安做得好好的啊 那他动不动就发火 啊赖世宝他也生气 我可以比你大声 赖世宝只不过问说 你女儿那个标案怎么样啊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恼羞成怒 民进党大家都知道 下来的选举票开出来会怎么样 他们其实很清楚 老实讲每个阵营每天都要做民调啦 怎么会不知道有了民调没有公布而已 那他们会觉得说你我自己的漏点 哪里我要补强 他们过去 这样子就是年轻人投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块大大的超越的话 我们就赢 那现在没有嘛 现在年轻人被弃他们 你可以看到社群之夜 蔡英文办的现场一千人 线上的人数 线上人比朱学恒还少 对不对 那他周天在凯达格林大道 现场没有年轻人 然后年轻人过去的偶像 您常走 Feddy 他一上台大家都走光了 对不对 然后蔡英文自己要上台 还没上台人家就走了 你刚刚看我们记者的访问 她说不精彩了 不精彩嘛 蔡英文你能够讲什么 你还是每天讲抗中保台 你还以为你是辣台妹吗 你几岁了 在表演这个没有新的发样 是 好所以呢其实大家 刚刚希望董哥讲的民调的部分 各个党派自己都有在做民调 所以其实心里大概都非常清楚 那现在呢在根据最新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 做出的民调 网络温度计的部分 在蒋万安的部分 38.3% ET Today呢 蒋万安比较高 41.5% 正常人们4.7% 台湾民意基金会是29.8%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这个部分 不管是哪一家的民调 其实蒋万安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ET Today的部分 在网络温度计的部分可以看到 黄珊珊31% 那民营党的陈世雄30% 其实在这个部分 倒是呈现一个死亡交叉 再跟过去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么在这边可以看到 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部分 蒋万安赢黄珊是不到4% 那这个陈世雄部分 是在第三的部分 那郑传媒还针对了中间选民 做了一个投票的意向 中立看人不看党的部分呢 在这边下面这个 在蒋万27.2% 沉舟12.8% 黄珊珊25.9% 美岛电影报董文长吴子佳 就说了现在还没有决定的 就是中间选民年轻 那黄珊珊从中间选民的部分 位居第一从40到25% 他也认为说民调封关之后 民进党一定会出手 还有所谓的水肥大队 已经准备好了 10天是关键 一定会出招 不过他也说也可能弄巧成拙 大千哥 的确啊 我想吴子佳董事长 讲的这个弄巧成拙 就是这一次 徐晓星所踢爆的 伪造文书的事件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水肥大队 网路打手 然后1450 原本设计好的一出这个戏码 准备要来修理栽赃 结果没有想到被晓星给破解了 所以在最后的这十几天 我不晓得民进党还会使出什么样的这个怪招 奥博建招 但是当然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 我们会很认真的在这个稳扎稳打的 来面对未来这十几天的选举 那但是看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些 这个封关民调的数据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蒋万安在台北市是维持一个稳定的领先的地位 那原本我们一直很担心说会不会发生气宝效应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气第三名保第二名 那么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气宝效应要发生的可能性也不高 第一个不高的原因是因为黄珊珊跟陈时中分不清楚谁第二谁第三 就是这两个人不断的在缠斗而且咬得很紧 然后有时候就超远 如果今天你可以拉远一点 比如说就像当年的丁守中 柯文哲 姚文志这样的一个局势的话 那当然气宝要操作很容易 可是现在这样看起来这两个人互有输赢 而且咬得这么紧 那到底是谁赢谁 谁输谁 这个要气宝的操作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陈时中要选台北市 是英系一力坚持到现在的 那么也是蔡英文清定的人选 为了这件事情刚才董哥也提到的 他硬是把林嘉隆逼到了新北市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英系在这个时刻如果要气沉实中 恐怕是很难说得出口而且做得出来的 因为这个人是你们要的 你们要了这个人然后你们把别人都赶走了 结果搞了个半天你们现在怎么要气他吗 我觉得英系可能现在也拉不下这个脸来干这件事 那么第三当然 如果你气了陈时中你保了黄珊珊 你是做大了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是民进党接下来总统大选的威胁 所以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 就是咬得很近 到底该气谁看不太出来 然后呢气了这个英系完全没有面子 可能最后会引起党内全面的反弹跟打法 再加上在这个时候你就算气了 你支持了黄珊珊 你最后是便宜了柯文哲 让柯文哲做大在24年挑战民进党 对所以这对民进党来说 因为各方的这种主客观的因素 在这一次台北市场选举最后这十几天 要发生气饱的可能性相对就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像刚才万安说的 我们战战兢兢 我们努力的打每一天的选战 然后让选民看到我们能够带给台北市民的希望跟未来 我觉得持续维持我们的领先 而且继续拉大领先的幅度 然后小心谨慎的面对可能出现的建招跟奥宝 那么我们在台北市应该可以慎学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 好